白老师,您好。好久没有见到您了,我很想念您。 最近我刚刚从北京回来,这次去北京是参加《相约北京,遇见江南》冬奥会前面的一个我们苏州文化展示州, 我们去演出了青春版牡丹亭的一个精华本。 我向您报告,这次演出非常成功,也非常让人惊喜。 牡丹亭从04年首演到现在,已经演了将近18个年头了。 每次演出的时候,之前您都会带着我们去演,包括白老师,您带着我们去校园,大学生当中去推广昆曲,做讲座,做示范。 您和我讲的就是,特别在剧本上,要多效功夫,让我演个一段阶段之后,就把剧本拿出来,重新地再仔细地研读一下原著。 我觉得可能有时候真的是这样,演戏磨刀不务砍杂工,功夫在戏外。 去年我获评了我们苏州的故事文化名家,也是很大的荣誉。 那么我想就去做一个传承。 所以我把青春牡丹亭的很多折制戏,交给我们苏州昆卷最年轻的一代,第五代政治辈的小生演员。 我觉得昆曲六百年幸福相传,您当时和我讲的历史使命感,我觉得我能够,一定会去朝着这条路,朝着这个方向去走。 我知道您一直很喜欢苏州,当时每次来苏州,你也是恋恋不舍。 您对苏州的一种迁迹吧,可能最迁迹是我们的小浪花斑,是我们的昆曲,我们的演出。 但我相信苏州的小吃,苏州的美食也吸引着您。 下次希望您能来品尝很多很多的苏州美食。 白老师,马上就是农历新年了,我在这里给您拜年了。 祝您新年快乐,万事如意,永保青春,新意哈。 感谢观看